我覺得已經有開始轉單的現象 手工具業、螺絲業都已經開始有在巡單 這些東西已經出現了 將來可能會比較積極變的就是材料的供應 希望國內的供應材料的廠商能夠優先來供應我們的業界 來爭取這個外銷電台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鋼鮮鋼染工業的這一部分工會的人才 尤其是技術工很缺乏 就是一直政府的這個教育的這個技術教育的制度 一直都沒有上來 所以很多人才現在都缺這個技術工 希望政府能夠多多支持這一塊 基本上供應量當然是整體來講是還不太夠 但是基本上它是應該是說它的單價也比較高 那國外的材料比較便宜 所以這一部分可能成本上如果大家成本高的話 你沒辦法競爭 所以這一部分可能應該要再多加強一下